2022年11月30日 中国载人航天使写下一个重要时刻 首次有两个航天员程组在太空回溼 神舟15号载人飞船升空入轨之后 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对接 三个航天员随后进入天和核心舱 加上载轨的神舟14号三名航天员 一共六人同时载轨驻留 中国首次形成具有六个型号舱段的太空站组合体结构 包括三航三船 即是天和核心舱 闻天实验舱 蒙天实验舱 以及神舟15号载人飞船 神舟14号载人飞船 天舟5号货运飞船 达到目前太空站的最大救营 总重近100吨 中国太空站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 专家解释 新成组先上去 救成组再下来 这种轮换模式能够保证太空站处于有人接手的状态 对太空站的延续性运作和开展长期科学实验都有重要意义 两批成组共同驻留了大约五日 两套厨房设备可以同时备餐 两个仓段配置的两个卫生区和六个睡眠区都可以独立使用 神15航天员平均年龄53岁 是历尼年纪最成熟的一组人 他们除了进行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进行太空站日常维护、维修等任务之外 还将会迎来天舟6号货运飞船 神舟16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 当神14指令长陈东将中国太空站的锁匙 交给神15指令长飞进龙 完成交接之后 神14成组亦都海船回家 东风着陆墙首次在暗夜严寒天气下迎接旁天员 由于夜间搜救、较难发现返煤仓 着陆墙提早制定一系列方案 包括研制了国内首款、供口径、长焦距、 柱形直升机光电吊仓 调配具有微光和外线功能的小微型光学设备 在地面暴震、提升搜索能力 为了预防零下十几度极寒天气 导致设备異常 所有野外工作设备都有抗低温防护 车辆架装低温启动装置 通讯设备亦配足备用电池等等 最终成功接回三个航天员 神14航天员在太空183天 创下了中国载人航天使多个首次 例如实现货运飞船 两小时自主快速交回对接 创造世界纪录 首次利用汽杂舱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 并创造了一次飞行任务三次出舱的纪录 首次使用组合机械臂 执行出舱活动等等 他们又按计划实施了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包括完成世界上首次水稻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 水稻和以南界种子在太空站内经历了120日的空间培育生长 完成了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开花结子 这个从种子到种子的发育全过程 是国际上首次载轨获得水稻种子 orada 赚热 然后 后次 3 4 3 4 6 6